夏依 我妈她现在到底在哪儿啊 为什么我爸说她死了 你妈和你爸离婚 对你爸来说 是一个特别大的伤害 也许对你爸来说呢 一个死去的妻子 比离她而去更容易接手 我爸她就是这样 死要面子活受罪 你说她再跟我妈有什么过节 也不能 也不能说我妈死了呀 她这么说 也不想想对我伤害有多大 对我妈打击得有多大 也不知道我妈这些年 是怎么过的 小姨 小姨 你怎么哭了 本本 别叫我小姨 我是你妈 我就是你妈妈 你 你是我妈 你 你是我妈 叔叔回来了 彤彤 您阿姨呢 在卧室呢 你爸 你爸就这样带着你离开了吗 妈这些年天天都在担心 担心你跟你爸在一起过苦日子 担心你受不到好的教育 妈妈 妈刚担心一个没有母亲的生活 会影响到你的成长 尤其是这一次 当我知道你爸为了一个相机 就把你打进了医院 妈实在是忍不住了 我能理解 那 您为什么上次让我管您叫小姨啊 本本 我这十几年 琢磨都想听你叫为什么 可那天 你真正切切坐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怕了 我怕我一时冲动告诉你真相 我怕你接受不了 我更怕你爸知道 带着你东躲西藏呢 现在你高三了 这一年多关键啊 你好不容易有了一个稳定的学习环境 麻兴你就算再苦 再痛 我也不想影响你的学习 我更不想影响你的高考 拜拜 妈 我的小姨就是我的妈妈 十八年 我终于等到了她 我的人生完整了 也终于明白了 老爸为什么会带着我躲了这么久 老子